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看你怎么去切 就是看怎么切 再来非洲孩童营养不良 瘦得不得了 但是为什么会有脂肪肝 因为他们营养不良 所以他们吃的东西很少 都没有东西吃 所以身体自然为了要生存下去 就会把身体能用的东西全部用上 全部用上的时候就会经过肝脏 这时候就会造成脂肪 在肝脏大量的堆积 就造成脂肪肝 所以不是只有非洲孩童 过度节食迅速节食减肥的 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节食太快的人也会有 壮阳补药会诱发脂肪肝的形成吗 这的确有这一场研究 就是壮阳药一般来说 它跟雄性荷尔蒙是有关的 这搞不同 那我们中药就是 入龙一些鞭的 事上动物的生殖器官 事上会影响到胆汁的这种寓肌 会堵在那边 然后也容易造成脂肪肝 好 脂肪肝难以治愈会再复发吗 一定啊 这就是个堆积的问题 只要你再落落下去 多吃一点 不运动的话 当然一定会再回来了 好 所以呢 饮食习惯要注意另外一件